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资格再辅佐太子了 此门本 朕这一辈子佩服过两个人 武略是杰力 文炮就是你了 当年是李靖大将军向朕推荐了你 那么多年了 你居然就不与他私下来往 十八年了 你一直抱着自己的理想 克制着自己的所有欲念 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谨小慎微 日复一日 你像个苦行僧一样站在朝堂上 行走于澄清殿与红温殿之间 连朕都为你的执着感动啊 皇上 臣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还要让朕点破吗 你身在曹营 心在汗 你在李太的门下十三年 心里却一直装着李克 皇上 李太的天资在朕所有的儿子里最高 你的财使在朕所有的大臣里最高 如果你真是一心帮助李太 他会有今日之败 哎 李克太争强好胜 这么多年 就没有学会韬光养晦 只怕到现在李克都不知道你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啊 我才问本 你把权谋之术用到了极致了 你呀 真是个奇人 简直是聪明绝顶啊 朕明明感觉出你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布了一盘棋局 却抓不住你的把柄 没有证据 只能重用你 将来史书上对你的记载一定会很完美 但是你瞒不了朕 朕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在中书侍郎的位置上都待了十四年了 没有宰相之名 而行宰相之实 朕如果再不给你一顶宰相的乌纱帽 只怕后人看了史书之后 都会说朕太吝啬 不会用人呢 皇上 从明天起 你就正式出任中书令吧 臣叩谢皇上 朕说了这么多 你也该说点什么吧 皇上 自朕官元年 臣文本随世皇上以来 至今 已经一十七年了 十七年来 臣和皇上 谈得尽是江山朝政之事 臣 从未向皇上表达过个人对皇上的敬仰之情啊 文本的法府 受贞于父母 身养之恩 莫尺难忘 而更让臣民于武内的 是皇上 对文本的知欲之恩 而对皇上 皇上 对大唐江山设计的欧心丽絮 对大唐此民的宽厚仁爱 以及对众臣 对众臣的宽容 和你的睿智 更是令臣折服 臣对皇上的敬仰之情 和一片忠心 天地日月可见 皇上 文本 今生今世 能随世皇上 是文本的造谎 而为了大唐的将来 臣 一定不辜负皇上的重托 鞠躬尽罪 死而后已 前日在重庆殿 皇上跟我谈成强健 那废夫之言 让我这一辈子难以忘怀 让皇上的父亲 让皇上说到 读皇子时 言语言语之间 流露出 满心碍伤啊 这其中 这其中也点到了吴王 吴王是个有胆识 能做事的人 在皇上这些儿子里 就属他最像皇上 可怕 和别人不同啊 他是阳帝的外孙 有潜随的阴影 笼罩 在他身上 他越是身怀 经过济世的才能 越一遭人财忌啊 这一层 李克可能从来没有悟到 他只是 以他那顽强的个性 不断的去争啊争啊 义父 为他救心啊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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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母妃 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变强 你可糊涂 你可混乱 你可辜负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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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在十四年前 就已经替我指明了 先生这么多年 又潜入魏王门下 你可辜负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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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张孙一脉内斗 最后替我扳倒了废太子和老四 而我却偏偏不争负了你 死不服输的 整个没完没了 是我让先生的一片苦心 我知东流啊 天下 天下 你千万不要自责 这是我们的命数啊 我费尽心智 没能帮殿下城市 没能帮殿下城市 要自责的 应该是我啊 先生 母妃 总是让我读项羽本记 我以前 根本瞧不起项羽 现在继续想想 我和项羽又有何区别 项羽背弃了一个亚妇 而我呢 背弃了另一个亚妇 亚妇 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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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